不是 我在原地開啊 因為他直接包套了啊 我們怎麼不能原地開 為什麼你要把他再拿回去 如果來我過去 你知道我暑假 因為他剛剛都暑過啊 我剛剛也沒暑過 因為我就知道一般時的時候有多少 可能一般場盒子裡面會有少啊 真的不可能啊 我們販賞這麼多年了 少的應該不會是英格的 那不是我意思是 我們回到三次放網來知道啊 因為你不知道 我們一直放上盒子 那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啊 因為我們 程序性就是要先 算過一次 不可能 當我一般場 我拍一般場那麼多次了 老闆是不會把這盒拿回去的 你把一張單打開 這邊有主題 沒有 剛剛是你手放掉 沒有 剛剛是你手放掉的 老闆是不會把這盒拿回去的 最後一張五張 真的那麼小 三A一B都在這五張 對吧 啊 B B 有那麼多小轉 最後一張了 完全沒有A跟B 沒有 A跟B耶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 沒有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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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我相信 我不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拿低小 掉了那幾張我可以知道嗎 我只是他剛剛掉低小 那我就 我 這邊我就是彈跳的那是B 那我剛掉了三張 我沒有騙他我不知道 這絕對是A A是懂 A 我是搞不好難過嘛 啊 啊你這麼信任這個店家的話 幫你當飛揚這樣宰 我幫你當成是一個 年輕人一定會逛的地方 所以 所以我才這麼生氣 因為覺得 那是血汗錢啦 只是想抽個公仔 然後搞一個這樣的事情 如标题所见的 我玩一番赏 被骗了 我的朋友在那家店花了好多钱 花了十几万被骗了 长千 里面跟我没有大奖 里面没有A跟B 我是个超爱公仔的人 我非常非常的无言无奈生气 我感到很难过 我们直接看影片 Let's go 我用他做一家又这样子 然后我跑了 然后一张红的吗 不是 我都原地开啊 因为他直接包套了啊 我们怎么不能原地开 为什么你要把它再拿回去 不过来我过去 你让我数家 因为他跟我说 他刚刚都说过啊 我刚才没说过 因为我只差一开始的时候 我都想 可能一刚想盒子里面会有扫啊 真的不可能啊 我们翻赏这么多年了 扫的应该不会是A跟B的 那不是我意思 我说我要先放网了才知道嘛 因为你不知道 我们一直放在盒子 那有没有扫我也不知道啊 你放在这边啊 不是啊 那我们现在 扫的不会是A跟B啊 因为他已经包了嘛 所以他有资格开啦 这有盒子 我没有扫好 这个是 因为 他盒子里面 我不知道有没有扫东西 所以他有一直当着 当着 我这样子 不是 真的是 你手在哭了 不可以啊 你们不可以 变强哦 然后 因为你一直把盒子拿回去 超奇怪的啊 对吧 我们都拿的话 不可能知道哪里 可以啊 对啊 我一直说 刚才有一次 我一直放在这边 就不可以 还是 摄影机啊 有摄影机啊 对啊 那那那那我意思是什么 不是啊 因为他来你这边 抽很多次 然后他 觉得很诡计 因为还有3A跟B嘛 所以道奖一定在嘛 因为 上面都写的嘛 对不对 也没有人抽走嘛 所以不可能会有少啊 没有吗 这什么还是 还是要 再算一下 但是 让老板直接看 我想看看 因为我们 程序是最上线 刷过一次 不可能 但我会一般撒 我拍一般撒那么多次了 老板是不会把这盒拿回去 对 所以我们会有3A跟1B的大奖 这边有机器 没有刚刚是你手放掉 没有刚刚是你手放掉的 老板是不会把这盒拿回去的 我们都没有在路 你真的不要这样子 你还这边都没人动哦 我们等下证明嘛 老板说我们误会你们啊 等下证明啊 B是什么 一定会有3A跟1B嘛 对应该配运 最后一张五张 就是那么小 3A、1B都在这五张 对吧 3B 那这4A、1B就是3A跟1B 对 B 有那么多小转 3A、1B就4A没有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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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1B 最后一张了 这什么 完全没有A跟B 我没有A跟B耶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 没有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我相信 我不是 我根本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掉了那几张 我可以直接打开吗 我真的看过来 你为什么可以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我会在一起 不是 你不能见我朋友啊 我好弱 这是他刚刚掉地上 对 我这边我就是台队在这边 我刚刚掉了三刀 我没有 可以打 我不知道 这绝对是A A是吗 A 而且你们一起 你还叫你员工一直来 没有 他们没有 不是 你还叫他一直来帮你 现在拿一拿拿一拿 把这盒拿走 拿一拿我们走 有 你刚不是叫他帮你 没有 没有 我有听到 你已经就有了 我们玩都知道会这样 对 我们都会玩 我们都会这样 我说真的 我不是要告什么要钱 我不在一起 我只是觉得 不可能每次都那么小 我都要收到保抗 因为我每次都一万的花 我没人知道 这盒子不是一开始 你丢给我们收 那等于我们刚刚投下去的钱 里面根本就没有 A跟B 我实在是刚才说 我连点我都没点 我这就不知道 那么巧 刚好缺的三个 就是A B吧 我不是说点不点的问题 不是 你套新的一番赏 一定会有A跟B 他刚包了 全开了 里面没有A跟B 没有的话 就是这几人 全部退款 整套送 他就这样 A开始先演了 我们就直接抽 直接一支花钱一张抽 最后少的拍 确实刚好是双A 我知道你们可能抽到一个金额 我会把A赏跟B赏 放进去啦 盒子拿回去 然后大赏放进去啦 没有没有 这个是不能这样先讲的 因为你要出人看大赏了 啊 我们不能证明了 这里面没有大奖 原来你少牌啊 就少三张 三张大赏 我最好想的 你们都少牌 我问我的先生 翻赏是不会少牌的 我跟日本买整套牌的 那不会都少大奖吗 他就跟后生一逼全手 少个几奖 等等 所以现在 我们等下掉了 多少高中生 高中生 你没什么钱来抽一翻赏 然后你们一直给他小奖 他这辈子 你为什么抽不到五条路啊 他这辈子 有点抽不到下游捷啊 哇 我天啊 谢谢了 我之后世界上很多诈骗 很多诈气诈骗 管都管不完 抓都抓不完 但是我公仔是我的最爱 公仔是我的最爱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为什么今天可以抓到呢 因为我的朋友 他常去万一大楼玩玩 那他这个人比较 他就好玩 他也不在意钱 抽了每次都包 他觉得很诡异很奇怪 老实说 他已经发现了三四次怪怪的 他其实想抓 可是我那个朋友很温柔 他没办法像我一样 比较 比较强硬的方式 像你看 如果对方都去抢他的盒子 我觉得以他的个性 那么温柔 一定被抢走 所以那天就陪他去 真的抓到 我其实蛮震惊的 更震惊的是 我在的情况下 因为他也知道我是工作人 我会知道我玩公仔 真的玩很久了 我是还蛮熟这一块东西的 然后居然还是 做这些偷鸡摸狗的行为 做这些小动作 而且那个人还一直要来抢 那个时候我还用拳击的方式 小吴前手留 把他抵在外面 如果没有鬼 怎么会这么想来抢盒子 那我其实没有那么熟 万一大楼这些店家 但是我朋友非常熟 他基本上每一楼 一般想要抽雇 可能都花超多钱 包超多套 你来进来跟大家说说 说说你的感想 也奥特曼先生 因为我朋友害羞啊 他不想露脸 你跟大家讲 你一开始怎么发现怪怪的 我抽了大概五六次有 两三楼这样跑 因为我都是十点左右打烊的时候 每次二楼的那个女生 他都会在场 每次在三楼抽 每次都是抽到包套 那时候总共抽了 一万一千元 一万一千元就是33抽 盒子里还剩25张 我在抽的过程 他们一直问我想要什么 然后我就说我想要五条户这样子 他说好 然后到一万一的时候 就是33抽 还剩25张 我就请老板帮我数千 老板在桌子下面数25张 刚数了 然后那个二楼的那个女店员 就走进去柜台 然后在下面不知道干嘛 后来就把盒子放上来 最后又补了一千 25要再扣3嘛 我要抽的时候 那个女人就从柜台走出来 直接插进来 说要帮我抽 说帮我摸个好手气 然后在那边感应 他拿最上面的那一张 然后我其实就知道 他手上打开肯定是A 然后他开就在那边演戏 说哇 A赏这样子 可是很奇怪 我那时候其实是打算要包套的 因为其实里面还有 算七个大奖 还可以拿最后赏 正常一定会包嘛 嗯 他跟我说好 不要包了 不要包了 就只损点就好 然后我当下就打电话给你 跟你说 就是我确定 店家后续有赔偿你那个 我们当天抓到那套的钱嘛 还有之前哥吉亚那套钱 我是感到难过啊 你这么信任这个店家 然后把你当飞一样这样宰 我万一当时是一个年轻人 一定会逛的地方 所以 所以我才这么生气 因为觉得 那是血汗钱啊 只是想要抽个公仔 然后搞一个这样的事情 三楼老板娘坦诚的一件事说 他们有这个 群组 邪恶群组 那个群组是我去找同行认识的 可是那个同行都是 娃娃机的业者告诉我的 因为娃娃机的业 他们有时候会进一番赏 就会知道 位置 位置 序号啊 他还很自豪的说 哦 我们可以到此服务 帮你看 然后 收费一样就是 一次三千 然后可以跟你讲 位置 位置 原来是一狗票人都在做这件事情 那这样以后大家怎么平安玩一番赏 好 那现在志哥到了 我们请真正专业的志哥 来为我们讲解 一番赏 为什么可以做牌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一张完整的一番赏 那譬如说这一套里面有80抽 他就里面就是有80张线 他们一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有跟你讲说 他们会有分AB版 对 他会先拆了一个A版 当作是个样本 然后再去对 A版大奖在哪里 去拆B版的捐下来 把它收起来 这两套是一样的吗 一定一样 序号其实是个他们在做出货参考的依据 所以他的版面 就跟印刷一样 所以不是序号吗 序号只是对应他这一套里面 他有没有混其他套进去 他可能会告诉你 我这个是混套 可能他第一套他爆掉了 他就开了第二套进去里面 告诉你他是混套 那混套是OK 只要定家有讲吧 先讲 其实就是看每个消费者吧 你OK你可以接受你就抽嘛 你不能接受的话 我们就不要抽 应该这样子 因为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个权益的部分的问题在 可以直接猜吗 猜猜猜猜猜猜 这边是F吗 对 第一个是F 所以另外一个 一样这套一般上 这个左上角就会是F 对 所以他就会知道 大奖在哪里 他就等于拆了一套A套 废一套 然后就会知道 这一套带在哪里 他就可以把大奖拿起来 对 等于是大老板去 帮他做的这件事情 他只要付这个费用去给他 对 他就不用自己去废一套 应该是这么说 对 那个三楼店家是这样讲的 这要怎么预防资格 你觉得以你 专业店家的角度 一般来讲还是去一些 官方认真的店家 授权店的话 必须有原厂所谓的万代 他就可以规范里面 不能做这个小动作在 不然我会取消你的资格 还是建议一般的消费者 去他们的官方的line 或者是搜寻 有认真的店家 最起码在某些部分 他是可以接受规范的 然后也尽量不要去抽日版 因为日版的部分 他们没有办法去规范到他 哇 所以日版反而没办法被规范 可是有些人会迷失 说日版跟代理版 是不是日版比较酷比较好 其实跟我们没差是不是 基本上没有差 都是同一个工厂 同一个生产间出来 可是日版通常来得比较快 那会有些人真想抽日版怎么办 可是日版是不是听起来 风险比较高 不能这么说 应该是说 还是看店家的良心 对 那怎么是有授权店家 门口会写吗 你像全家便利商店也是 Seven那个都是 可全家不是 前阵子也出事 对啊 应该是说 做零售人是最难控制的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你下面的人会做什么事情 去影响到你的生育者 说不定他就是 你们讲的那个群组里面的一员 所以他会知道 你要怎么玩一般赏啊 不要玩 不要玩 所以也可能发生有认证店家 结果店员也在搞一些偷鸡摸狗的事 心里有这种坏的念头的话 其实什么店家都有可能会发生 人才是最大的问题 对 人才是最大的问题 所有东西的起源都是人 所以这个一般赏 店家会赚钱吗 做一般赏 如果有作弊跟没作弊的状况下 会差多少 其实会差蛮多 因为一般赏它是个娱乐 就是店家做装 然后消费者去抽 大奖被抽完了 这套就废了 废掉了 那店家就要想办法 把这些东西处理掉 不然就是它的损失 一套完整的一般赏抽完之后 都可以赚个20%左右吧 4800块钱 价钱越高 相对来讲 它就会赚得越多 但是这都是不一定 因为它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做长期来讲的话 其实如果你知道怎么处理这些库存 其实都是赚钱的 良心店家跟有官方认证的部分会好一点 如果我现在抓到有认证的店 然后就这种事 一般来讲可以去跟官方反映 取消它代理版的这个权利在 但它可以卖日版 对 它可以卖日版 那这盒子到底是该怎么办 怎么样是最好的 店家不要放在一个彼此看不到的地方 如果这个时候是在进行抽一番赏的部分 就尽量让双方都看得到 就比较不会有争议上面的问题 除非现在是说 抽完之后你不抽了 店家收下来 我觉得那个是合理的 对 它都是抽到一半 店家又拿下去 又拿下去 又拿下去 这样通常会有问题 也不能说有问题 但是就是说基本上 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我们不知道 变容易起疑心 对 其他起疑心 但是它收下来没有不对 因为它也怕遇到不好的消费者 它可能多拿 其实店家我们也有遇过 被消费者骗 一般来讲 如果门市人员他不知道 消费者麻了三张他抽开来 他可以去拿别套的A 拿同一个作品的大奖 哇 这等于说 是消费者搞店家那一套 对 长牌那一招 对 所以其实我们也有遇过 你亲自遇过 对 我们也有遇过这种东西 店家也很怕消费者 消费者也很怕店家 所以你们一开始 你们有数签吗 有 剩16 我们就说我们要包了 他说那你这盒子给我一下 我要确认一下 他很慌 我说你到底在讲什么 我就说 如果今天里面有少 那也是有问题了 因为光是 他说有没有少这句话 就已经不对了 因为是不会有少的 上面配率是怎么样 因为有个客人抽到 你把它贴上去 一般不会少 OK 我感觉听起来就防不胜防 我只能呼吁店家 真的不要这么黑心 然后消费者也是 我们一个好的一番赏 环境不好吗 大家开开心心 享受这过程不是很棒吗 那你怎么会想做这样的事 所以我真的要 呼吁所有店家不要这样 真的 因为你都当庄家了 那很多只是学生 学生跟我没什么钱 他只想买公仔而已 我觉得非常难过的是 也没办法改善什么 只希望 就不要发生 我们一起维持一个 好的一番赏环境 不然真的 我最近真的 有点恶心 那恶心的状况是说 当下我们在抽 他还跟我们说加油 孙生哥加油加油 你快抽到 加油加油 哇 你还在演戏 我回家洗澡的时候 感到难过 你没有跟我没有大奖 你跟我说加油 我相信万一大楼 还是有好店家 一定有啦 但就是消费者小心 真的小心 客人是有权利数签的对吗 是啊 对 是可以的 是可以数签 所以各位消费者 你在玩一番赏的时候 你是有资格数签的 可是数签 我们就是数签发现 我们打开了 你也没有大奖啊 如果你们觉得 有哪一间仪式可疑 怪怪的 有做牌的嫌疑 跟我们说 我去现场 我们亲自来实测 好 感谢你们 拜拜